Hello,大家好,我們駱一百小孩的雞雞,我見婚仔,Carmen 我們今天想說如何認清一些騙人的項目 即是要留心一點 是啊,因為最近也有幾個新聞,我也覺得挺搞笑的 莫言,第一件事就是Block Temple出了一篇文 教我們新手如何判斷一些Rug Who Rug Who在一些垃圾項目的統稱 而我們在怎樣去觀察之前 我們說一些最近的NFT項目,有哪些是垃圾項目 對,沒錯 第一個就是Frosty,它就是一隻鬼的樣子 這隻東西?肥的,不知道是什麼鬼 它就是在美國那裏直接拘捕它的創作者 20歲而已,它就在賣完了,已經突然關掉它的Discord 然後拿著110萬美金的以太米消失了 那它有沒有說它為什麼消失? 沒有啊,因為其實NFT項目 它最賺錢的時候,當然一定是去面貨的時候 其實面貨完之後,就可以選擇 做不做後續的東西 對,沒錯 做不做後續的東西 對,因為現在其實NFT都是口講口培的 NFT就沒有虛擬貨幣那麼有監管 就是可能之前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虛擬貨幣沒有監管 然後那些人就說借鉤,可以拿來做什麼都可以 然後美國政府就說,不行啊,我要拿來收稅 我怎麼不可以讓你們這樣自己在那裏印銀子 所以他們就有一些法例去監管這個虛擬貨幣 然後NFT就是這個虛擬貨幣的再另外一個戴了面具的版本 現在NFT來說,其實政府是完全沒有監管的 而如果你說,但是不是NFT不是有一個特性 是可以,每個都是只有一張嘛,唯一性嘛 那不是說每個一張我不可以把我自己的房子 放進去這個虛擬貨幣那個智能合約那裏的嗎? 不是可以這樣做的嗎? 暫時其實是真的不行的 因為呢,如果你真的要在一個法律上有應的東西 譬如說好像一間屋,你要把它綁定在一張contract上 那個叫STO 那STO就是跟一些政府的機構已經有聯繫 那個是政府都認的 那我們才可以把這些,譬如說房產這些實體的東西放進去 這些是因為是有法律的監管的 我不可以說 因為現在這個是沒有人認的 是的,NFT是沒有監管,所以是沒有人認的 現在所有都是口講口陪的 就算我現在說了給你聽說 我之後這隻,你買了NFT之後呢 我之後會給你一張演唱會票的 都是說的 都是說的 他就做了 他沒有信用的,他走了 你也沒有符 因為沒有法律監管 這些NFT都是一樣的 他收了你的錢 那他那些road map 他是可以選不做的 他是可以走了 他是可以走了 而如果他選去做 他是有一定的成本的 譬如說好像他本身說 我們會做一隻遊戲的 我可能我要做大量的Marketing 我去推那個遊戲 可能那隻遊戲也要錢 沒錯 譬如說他又說 可能我跟Sandbox實作 但是其實他就算在Sandbox那裡建一隻遊戲 他是要大量的開發的資源 就是他又要玩完畫圖 然後要被Sandbox去批 然後還要玩得 然後裡面還有可能 你可能玩完之後 不要玩的 可能路還會很長的 沒錯 所以其實他走路的原因 沒有啊 因為他可以 好 但是這個Frosty 這個 其實買了他的人 就會比較幸運 因為他是被人抓到 而他在抓了他之後 他就是說 可能可以判到是20年的刑期 但是呢 其他的可能就沒有那麼幸運 這些其他rub pool 譬如說好像Squid Game Squidgles 這些買了的人 可能就沒有那麼幸運 因為他們這些人 已經是可能吸收了之前的經驗 就是不開名 簡直不知道他是誰 簡直不知道他是誰 那我可能就算駐座 那些虛擬錢包 那些我都不告訴你 我那個地址是什麼 因為又可能你都真的追蹤到 那我怎樣可以在買這些類之前 我們已經分得出呢 那這裡呢 我們就說回 有四大的觀察點 就是之前我們都是有二谷同工的 我們都是 其實我們自己去選NFT項目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是有 留意這些項目 而跟我們之前去建議大家的 都是差不多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團隊的成員的真實性 那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呢 不是說他不開名一定不好 但是開名好一點 我會知道他是什麼 就是起碼他可能開名 有個Twitter 或者有個Instagram 是啊 沒錯 那你起碼知道 找那個爪渣 是不是呢 他都有可能 可以關掉他的Twitter帳號 但是起碼我 就是容易一些去找他 他是誰 還有我看現在很多那些團隊 他們開了自己的Instagram 他們會直接擺上自己的模式 他之前是在做什麼 那當然他之前未必是在做NFT的 他可能之前是在做Marketing 是 Designer 至少我知道他是在做什麼 是啊 還有現在其實多了很多一些 譬如說藝術家那些 好像川上龍 另外一個女性藝術家 他們都是在NFT的project裡面 已經會告訴你 這個就是他的IG 他的Twitter 他讓你知道他真的是誰 當然也有些人是偷了別人的帳號去說 就是我見過有很多Rug Project 它是一些山寨的網頁 他們是直接把那個藝術家 自己的IG 放在他們的連結那裡 好似的 真的走得好似的 是啊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你在他的網站那裡 見到那個藝術家 你就覺得那個是 都要很小心 尤其是我見很多 尤其是Instagram 你比如like了他那個 本來項目方的IG 他會用一個假的很像的那個page來DM你的 這個是令到川上龍都哭了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是 全部人都已經說 不要啊 我們是不會DM你的 項目方是不會自己DM你的 但其實你每天都會收到很多這類的DM 是啊 就好像這個川上龍的IG 是有很多假的東西 可能他是這樣 那個點不同了位 加一些字下去 那就已經做另外一個 然後就狂PM你 我自己都收到不少這些PM 我自己都收到不少這些PM 你中了white list 這樣 但其實他們是完全不會自己去DM你的 是沒有可能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容易些去知道 這個是一個假的項目呢 那其實呢 最好的source的來源是Twitter 因為Twitter呢 它那個追蹤人數呢 是難一點做出來的 然後呢 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它本身很容易就會見到它的建立日期 那你就可以對回它那些東西 那第三呢 就是Twitter都會有些藍剔的 那我不是說它沒有藍剔一定是假的 但是有藍剔的那些呢 就多數是真的 然後呢 還有第四樣東西呢 就是在Twitter上面那些profile 還有它說的那些東西呢 它多數都會是有積可沉多些 那然後第二樣呢 就是一些劣質的視覺設計 或者白皮書 那呢 這個的意思呢 就是其實真的很難分的 但是因為有些 有些本身的項目 它自己那個 真是官網的設計都比較噁毅 所以有時候又真的很難分的 如果它去到一個假的網站上面 其實通常都會見到的 就是有很多一些很古怪的 譬如說它會有很多古怪的廣告 就是可能那些字體古怪怪 然後之後可能是用一些奇怪的文 那我們都有見過這些這樣的釣魚網站 那大家都是小心一點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在Twitter上面 就是那個 你確定了那個是一個官方的Twitter 你在那裡去再拿一些網站 其實就相對的風險會比較少一些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它講這個劣質的視覺設計 就是講那個project的樣子 就是那些NFT的公仔的樣子 其實這個都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是比較難的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一個NFT 這個Squiggles 其實它是抄了另外一個NFT 就是Doodles 直接抄了它的畫風 就是如果你不是在NFT裡玩了很久 你又很難 真的很難知道 知道 有時候那些可能假的那些更漂亮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就很難用這個point 也很難 因為之前好像火柴人那樣 你跟我都畫到的火柴人 但是它就是炒了上去 那這些不算是騙人的 它不是騙人的 它絕對那個是正常是厲害的 但其實它是沒有world map 沒有web site 是啊 它什麼都沒有 它什麼都沒有 所以其實很難用它的視覺設計去分 其實很難分的 但是我還是那句 自己要做一些功課 另外第三 就是很多這些假的project 都會借一些大機構合作去稱之名道 就好像我們之前在新聞上有講過的 例如說好像有一間香港的交易所 它就聲稱和Visa合作 然後Visa很快就跳出來 就說我不是 我沒有跟它合作 然後之後有它的故事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但是很多都是會把一些大機構的logo 貼到他們的官網 而是防不勝防 因為這些大機構 它都不會專門去看一些這麼細的東西 看看別人有沒有偷到我們的logo 所以他們知道的時候 可能都是已經出了事 有人投訴他們才知道 所以就不可以在項目方的網頁 它說跟哪間機構合作 你也可以去那間機構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跟這個項目方合作 是的 比如說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Squid Game的NFT 它就把Netflix的logo貼進去 但是其實你在Netflix的那些官方的渠道 是完全沒有停過這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小心點 就不要只相信一個項目的說話 然後第四就是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是 絕對是一個比較容易去發覺的一個位置 就是人性弱點 有些KOL或者甚至是有些幣 或者是有些交易所 他們可能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找一大堆KOL去幫他們做廣告 我不是說他扔錢不對 當然名人效應他 他花得起錢是他的事 但是只不過我就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人性弱點 的確 就是我看到一些project 如果它是有大量的KOL去說 而沒有一個牽頭的話 我自己是會突然之間 好像有個緊探好在我頭上叮出來 就是我會 是的 這個是他們常用的時候 伎倆 那第二件事就是 用一個很小的鑄造金額 就是說它可能它的原價很少 譬如說是0.1以下 是的 因為有很多 他們就是利用你人性弱點 就是說 可能你便宜一點 你想也不用想 你就直接買 也是 是的 然後還要覺得 可能如果我這麼多KOL 因為通常都是混合來用的 那麼我這麼多KOL去說 而又這麼便宜 你就會覺得 一定沒有很多人搶 是的 立刻出口去買 我自己會覺得 自己要懂得響起這個危險訊號 就算你知道它的原價是很低的 其實都是要做這麼大量的功課 是 不可以因為它的原價是低的 我就覺得不管了 買了才算 因為就算它的原價是低的 我反而覺得 你不要太把它的原價價當一回事 真的要看看它的原價 譬如說好像川上龍 其實它現在的原價都是說0.1幾幾 也不是很貴 然後我們剛剛說完那個Friend Club 它0.5個ETH的荷蘭式客賣 它可能之後都會比到很低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那件事 不是給這些東西去抓你心理 而是你去找一個正確的資源 這個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分得到這幾大 這四大類的話 我已經可以避免了大部分 壓日的項目了 是的 而之後我們說 這個投資價值和它是不是假 我覺得是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就是投資價值 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都做過一些片去講 就是我們用譬如說去過藝術 去過那些團隊的價值 這五樣東西已經可以說完給你聽 就是你做的功課 其實它之後有沒有價值 你就是相信這五個項目了 然後你才去看那個項目的來源 是不是假 就最穩陣了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